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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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呢 就講一講紅菜頭的菜式 那麼首先呢 這個我拿幾個在農場種的紅菜頭來啦 那紅菜頭呢 你見到呢 有時在街上購買 有些是圓形圓一些 有些是長形的 其實質素不是差太遠 但一般來說 圓形肥一點的 均淺一點的 是漂亮一點的紅菜頭 長的紅菜頭 很多時候 可能是苗生得不太好 或者季節可能太熱 會出現的情況 所以如果說過質素來計 圓形的會好一點 但長的也不會差太遠 但在外國人眼中 紅菜頭通常是選擇小隻的 因為紅菜頭是一種 帶有肚味的食材 所以如果不去煮 生吃的話 越大肚味和纖維越多 所以寧願做沙律選擇小一點 我的建議就是 不要大過拳頭 現在你在香港見到那些紅菜頭 在國內種的 或者香港的農夫種 因為他們不熟悉西餐的文化 他們種到很大 所以味道用在沙律就不太適合 今天我們做一個紅菜頭沙律 因為是生吃的 不是煮過才做沙律 儘量選一些小隻的會好一點 除了紅菜頭之外 調味很簡單 也很天然 我們可以在檸檬園炸一個檸檬 然後 再在這裡的香草園炸一些薄荷 薄荷我們今次用綠薄荷 薄荷 或者叫劉蘭香薄荷 這種斑紋比較明顯的薄荷 這種薄荷主要煮食用的 有這兩樣就可以做調味 我們另外有少少的 橄欖油在這裡 令到沙律就沒有那麼 幼滑一些 不會那麼 削 最後一個就是黑胡椒 黑胡椒就是令到那個味道 可能有少少新辣味 這個可以看你想不想加的 可以不加的 這幾個材料 其實我們第一步 首先選擇紅菜頭 我們就用刮刨 先刨皮 可以刨深一點也不怕 因為紅菜頭的表皮 有少少 大概有半分的厚度 質地的材質跟裡面不太一樣 吃下去其實感覺就沒有那麼好 這樣刨皮的時候一定要刨得乾淨一點 因為如果但有皮 那個土味會更加厲害 這種土味或者草青味 是紅菜頭這個家族比較容易有的問題 這個家族還有些什麼農產品呢 就是豬腊菜 如果一些比較喜歡吃外國菜的有機支持者 很多時候會買一些叫Switchchart 即是君達菜 是彩色的 很漂亮的一種菜 這種菜 跟中國的豬腊菜 其實是同一種 他們這些菜 通常就有一些 我們稱為草青味 或者土味 所以中國的豬腊菜 很多時候都要加一些濃味的一起炒 譬如蒜頭豆豉 或者是豆豉鯪魚去炒 令到味道好一點 但是呢 外國人就不是的 他通常就要加蒜頭去炒 紅菜頭也有這個問題 有什麼辦法令到土味少一點呢 有些人可能會炒一下 或者用一些白汁 或者很濃味的汁液 去做這個沙律的製作 我就學到一個 竅門 是一個廚師教我的 其實可以 完全不需要加一些很濃味的東西去調節 令到土味少一點 就是刀工 他跟我說呢 我們在切紅菜頭的時候 盡量把紅菜頭 切得幼細一點 因為越幼細 它的表面面積相對會大一點 就可以接觸到檸檬汁比較均勻一點 吃下去就沒那麼容易 有一個草青味或者土味 因為我不是廚師 我盡量示範一下 看看切得夠不夠幼細 將它對開兩半 有一半我們不用了 看到紋理很均勻的話 汁液的亦都多 就是一個頗好的紅菜頭 這裡有少許皮 一定要切掉 不然就會很難吃 首先我要切片 如果刀工的話 我不敢教太多 但是手指最好縮回去 不要伸出來 就切不到 切得很不要緊 因為紅菜頭的汁液和血液 是差不多顏色的 混合在一起其實是不覺得的 切的時候 盡量一片一片 大概 最好是少於一分 即是一mm左右 或者甚至再薄一點 薄薄 薄薄薄薄的1片一片 不要太貪心 每次只 Factory 3-4片 然後就開始切 該部分這一個設施的步驟 迫在砂糖上 好的,那我盡量人士 暫時還未刺到手 好的,我的技術 我只能切到這個幼度 其實越幼就越好 我雖然也切得挺幼 不過跟真正的廚師相比 最大的問題是不太平均 看下去就沒有太好看了 好,接著我們用另一個碗 把紅菜頭放在裡面 放在裡面 為什麼要深一點的碗呢? 因為我們在裡面攪拌 接著我們就拿一些 綠薄荷 我就會把下面的葉 撕下來 留在最頂的葉子 就不用了,為什麼呢? 因為比較漂亮 待會擺盤的時候放在上面 就好看一點 用薄荷的數量 就真的好看大家對薄荷的接受程度 有些人就喜歡薄荷 可以多一點 我比較喜歡多一點 還有自己種的 不用錢 可以用多一點 切的時候 還是切得比較碎會好一點 如果不然葉太大塊 就跟紅菜頭絲就不太合 然後打橫切碎 然後打橫切碎 剛才我用了少半個紅菜頭 這裡用了六七塊的薄荷葉 把這些薄荷葉 放在 紅菜頭絲上面 接著切一個檸檬 因為檸檬的酸味也挺強的 不要加太多檸檬汁 我們大概 如果少半紅菜頭 我滴大概 十滴八滴檸檬汁就夠了 因為味道不適合 可以再加 因為酸了 就比較難攪拌 這個薄荷葉不要 檸檬汁 薄荷和紅菜頭 最後就加少許橄欖油和黑椒 橄欖油的數量可以反而多一點 因為令到它幼滑一點 一定是用了超級橄欖油的 然後加少許黑胡椒 夠了 然後拿兩把叉 就去拌勻 拌勻 拌勻出來的效果 所以薄荷應該均勻地 分佈在紅菜頭絲上 另外 紅菜頭絲應該給橄欖油 拌勻過之後 應該會有光澤 現在看到 就會變得亮 可以在這個時候 找一兩條試試 嗯 酸度可以多一點 在這個時候再補一遍 剛剛好 然後呢 我另外拿一個 淺一點的碗 很小心地把紅菜頭絲 放在它正中間 剛才備用的薄荷 就是這個時候用 這樣就完成了 在這裏 就是這個時候 在這裏 用一個 拌勻 的 寧侶 在這裏 我們 並沒想要 我 很 怎麼樣 感谢观看